神經病!十下狂搶攜廣盤! 很難讀! 究竟600萬樓是否上車最後機會? 為何要狂搶呢? 今天分析一下終極原因 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繼續分享的就是600萬樓的最後上車機會 上一集說了...如果最便宜的樓升過600萬的時候 就不用再買樓了,就要不知多少玩首期的話 今晚都很多人回應,很多人留意,那條影片特別多人看 所以看到大家是...知道有些事情在發生 所以看多些資訊,對自己將來也有個打算,知道情況如何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了 好了,這個圖吧,大家知道這支群衝鋼牆在哪裡嗎? 我有拍片的,最喜歡掃街吃那些... 不是,現在沒辦法掃,掃的垃圾食物 不要說那麼多 話說上面呢,就有住宅,大家知道嗎? 不要只在群衝鋼牆玩,上面有住宅 而上面的住宅呢...都30年了,20多30年了 為何會狂搶呢?我們馬上看看,看新聞好嗎? 這個新聞說什麼呢? 群衝鋼牆十組客,這是零一新聞網 稍後會按下他的網,看看他的詳細內容 不知道,上星期有10台客,即是業主開放的單位 給10組客去看 怎麼猜不到呢?有這麼多人來看 最後,90後快快去擊退所有客人,上車 樓盤價格是586萬 為何會這麼緊張呢?我們先看看故事 我先截錄出來 其實整篇文章是這裡的 有時間自己看一看 我只是輯錄下來 這個天新聞是由香港01提供的 馬上看看 中原許偉業表示,該單位318尺 嘩,這麼小 原來是300多尺 遺充鋼牆是幾十年後都這麼小 我真的不知道 原業主開放是600萬 最後呢 他說減價,580萬都OK 於是吸引了10台客 早上10點至10...嘩,1個小時就看樓 遇上...嘩,我想到... 嘩,很想有個情景很high 即是好像... 場面就是318尺 有10組人 而10組人裏面呢 每組有2個 再加一個A長30 整個屋裏面有30個人 每人分屋10尺 不知道 長年混亂,肯定超瘋的 期間4至5組賣家表示有興趣 最後呢 請業主 在房間內再磋商 不知道是什麼鬼 架高者得 嘩,這很好笑 嘩,這個... 業主很囂張 他現在說 架高者得 不如就快舉手 好像掌門人一樣 最後呢 誰下頂呢 誰快下頂就誰贏 最後一個90後 拉他進房間 17萬票 立即打到他臉上 嘩,其實寫票而已 未必過得到數 不過提醒大家 如果簽了林楊 然後你給了17萬的 臨時... 什麼... 不知道什麼... 首期... 訂金 如果過不了數 是有罰則的 可能會太訂 不過這個呢 就是我 17萬了 立即叫其他人爛 10萬 我給了錢 十組下 其中一組就給了錢 他又說裝修一般 嘩 我不知道 最後呢 好像要驚動保安 才能清掉那9台客人 最後又是這樣 新聞就說到這裡 其實好像還有後續 好像 裡面其實有很多細節 原本開584 最後呢 就覺得業主 可能見到這麼多人進來看 深紅 不行 真的...沒有面子 加兩倍 呵呵 你加加多一點 最後那些石頭 嘩,其實石頭 19000元 神經病 神經病 300多尺 600萬 7200萬一尺 15000元 那... 咦 我剛才留下一個 最神經病 就是這9台客人 走了之後 然後呢 是不是回去 喊契弟 喊的業主 賣給他 我肯出高一點 但業主 最後可能因為 不想煩 以及簽了 免得賭定 等等等等 不說了 這裡都... 但經過這件事之後 希望各位可以有所 想想背後 有什麼發生了 有什麼資訊 這個就是 好好學習的時間 以及一個 馬後炮分析 我們其實 很需要馬後炮分析 從而去 學習 以及從而去 估計 預計 雖然很難猜 但至少知道 人家怎麼想 不然也沒有機會 再進一步 思考到市場發生的 什麼事 起碼你也知道 這件事背後的原因 先 有些條件已經反映了 有些事情已經反映了出來 第一 想不到有這麼多人有米 香港有這麼多人有米 還有十組客 我不知道 每個人都有足夠實力買到 但有興趣買 或者 不會有空 都可以去家裡看 他也有興趣 或者有一定實力 才可以看 這裡也有趣 顯示了第一件事 香港有很多有錢人 神經病 十台客人都買 還要買這麼小 也不便宜 為什麼五百多萬這麼HIT 這是正式我今天想說的題目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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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經常問為什麼會這樣 雖然很多事都沒有原因 但是想完之後 想得多 你就會最後有個sense 有個mindset 究竟 人們偏向想什麼 現在也會 為什麼會這樣 我有幾個分析方向 不過最終有個結論 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大家都知道 留待一會兒再說 我應該去想 是不是再怕升 升再多一點 我受不了 其實也不會 都升了這麼久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感覺 怎麼會突然 叮一聲很想買 不差再 升多幾萬 升多十萬 二十萬 樓市都升到頂 都沒什麼再升 為什麼還那麼緊張 難道他覺得現在經濟大環境 是有改善 打錯字 應該將會大升 所以他就會賣 所以他就會有個投資價值 在這裡 還是 你覺得 經濟向好 而劉隔 升 是不是真的 這麼多人 覺得經濟向好 看劉隔 升 是不是更加有些 更加迫切的事情 正在發生 大家 留意留意留意 留意留意 留意留意 再留意 就是我講的最重要的死線 Deadline